哈喽 昆姐 昆姐今天教育我了 因为我们今天到处找酒店 找不到酒店 我们现在来到万荣了 这是万荣的机场 昆姐不高兴了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住 这个酒店 这是老胡的酒店 像你说不高兴 是什么不高兴 不是不高兴带大哥来要带他 没有啊 那个阿曼里那个酒店 他就一间房 我们三个人要住一间房吗 还有很多要去问 哪里吗 那边送了 那都是那些其他老人开的酒店 那个环境也就是这样啊 那个大哥他虽然是他想去住星级酒店 但是星级酒店人家 那个酒店就只剩下一间房了 还有有的地方那些 所以那边有的地方那些信号也不好 就住这里吧 好吧 随便呢 还问我 找你带路我们去看一下 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房间怎么样 我怎么带路叫老板带路啊 走啊 我们去就行了呀 不用老板 就这样的房间可以啊 这个床也这么大 一米八的床 然后我们 为什么还真不理 我们开三间就可以嘛 一人一间嘛 这个位置在万荣的那个机场啊 开开这个门看看 哦 这么大呀 这个太大了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太大了 看别的 这应该不是 不是 这是他们的房间 他们自己住的房间吗 对呀 真的是 没有东西啊 有啊 有人住吗 你领一下再拉呀 你直接拉 我 哈哈哈哈 那随便拉 拉 哈哈 哈哈 等一下 我 我哪知道有人啊 他说楼上没人的吗 我尴尬了 他叫你奶奶呀 我也尴尬 今天想去玩个啥 现在还有时间 时间 去漂流吧 走 放东西 然后去漂流 阿根 今天越来越漂亮了哟 你看啥 夸你一下 你要上天呢 没有 看一下你的房间吧 看一下这个房间啊 这个60块一天哦 相当不错的哟 啊 那个阿满里那个单间 700人民币一天 这个60 打开窗帘 我在家的话我就喊天猫精灵打开窗帘 在这里喊阿坤打开窗帘 这是阿坤的房间 这个是我的房间 大哥住在那个房间 OK 可以开始万荣旅游了 现在开始带大哥出去玩 大哥不出镜 我们又不能拍 谁 我要说什么 谁我谁 我不管 不管你说 走吧 走吧 Let's get 我有钱 我有钱了 我就来搞酒店 你要当酒店老板了 搞很好 很好的 那里要有多少钱了 我我接待中国粉丝 阿坤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梦想当酒店老板 民宿老板 喝喝茶 什么 给我演干啥 我有 我有 喝喝酒吹吹流 只有自在多逍遥